约翰·内斯堡曾经在悲哀中 工作人员做好准备 让人们向已故曼德拉进行告别 体育馆周围加强了保安 在三年前的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上 曼德拉在这里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名记者 参加了南非历史上最大的葬礼 电脑系学生昂塞兹维、多科尔·瓦那 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这里 回忆曼德拉的精神遗产 他对促进黑人和白人的团结 发挥了很大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交往 不用害怕会被抓起来 数百万人也表示赞同 这就是为什么官员们担心 会有巨大人群前来 他们敦促人们尽量不要到体育馆来 可以在自己家附近悼念曼德拉 美国之音鲍勃、约翰·内斯堡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 感谢观看